在Responsible Statecraft这个网站 我会将那个接链放在描述里 大家有兴趣可以跳过去看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发表在2021年的5月3日 即是昨天 题目就是关于中国的 U.S. Plays Unnecessary Hand 美国用一些不需要的手牌 Practing to go Nokia to Defend Allies 达认会用核子武力去防卫那些所谓的同盟 他的副题目是 Belway policy makers are routinely threatening war with Beijing without seriously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losing 就说那些政客们不时习惯上恐吓中国 说要引起战争 而没有严重地考虑有可能 当然这个评论主要就是 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见面 见面之后 在他们联合声明里有一句话 引起中国非常大的关心 那个说话就是 The United States stated is unwavering support for Japan's defense under the US-Japan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美国再次重新 没有条件支持日本的防卫 在美国和日本的互相防卫里面 Using its full range of capabilities 用它所有的能力 Including nuclear 包括用核子武力 这件事 我觉得 非常之不负责任 这个题目作者就问 是不是美国真的打算 如果 日本人叫做Santaku Island 我们中国人叫做钓鱼台岛 如果中国拿回了钓鱼台岛 你是不是愿意真的和中国打仗 你有没有想清楚 主要的问题就是 因为钓鱼台岛有几个小岛加几个石头 没有人住的 值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险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几个石头主要来说 都是为了主权问题 绝对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 没有人在这场面 当然那几个石头因为有主权 也有附近的鱼近海域 这个是有一个经济价值在这里 但是 值不值得和中国为了这件事 去打仗 另外一个地方 当然就是南海 南海就一样了 美国的政客不停就说 如果中国继续在南海这样那样 又说航行自由之类 它就会愿意出兵了 就会帮菲律宾 老老实实 菲律宾的军力 能够和中国根本没得比 那你到底会不会为一个前殖民地 和中国冒险打一个可能是核资战争呢 这个作者所问的问题 那当然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对台湾来说 自从中美建交之后 已经答应退出 美国和台湾的所谓联防协议 这个是中美建交的其中一个条件 现在当然上一任的美国总统 继续向台湾卖军备 这件事使得中国非常不高兴 不过这些军备都是难同难跌 在中国眼中是绝对不值一毫子的 但是这个动作当然引起北京非常反感 那也同样的问题 你愿不愿意为一个所谓的同盟 和中国发生一个可能是核资战争 那对吊台岛 对南海 对台湾 这三个地方对美国来说 无关同样 你有也好 没有也好 有没有关系 对你们无关同样 但是对中国来说 这个是大件事来的 中国一定会收回它的领土 中国一定会和台湾统一 至于这个统一步骤是怎样 会不会是武力统一 或者是通过其他途径 这个不用美国人关心 中国人会自己找到方法去统一 但是 整天挂着一个口边 和中国开战 有没有想清楚 到底你能否赢得到 那个作者其实在美国有些军事训练 通常分开就是所谓 蓝和红队 蓝队和红队 蓝队就是美国队 红队就是敌方 换句话说 当他要演习在保卫台湾的时候 蓝队就是美国的方 红队就是中国 法国每一次这样的演习 无论是南中国海 台湾 还是吊鱼台湾 蓝队都输得 底褲都没了 根据他的说法 原因很简单 你离开这个地区 八千多里 所以转回公里的话 就是过万的了 这么远的距离 打一个刚刚就近的国家 根本在运输上面 你吃了底 还有一个就是 你愿不愿意了 愿不愿意为台湾 牺牲你的洛杉矶呢 这个是好问题 如果你敢帮忙 将战争升级的话 中国随时一个飞弹飞过来 炸你的洛杉矶 或者是三分次 如果不是炸你的 华盛顿的话 而中国绝有能力这样做 你值不值得 为了一个所谓的同盟 牺牲你的洛杉矶 这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现在 在西方来说 无论是媒体 或者是政客 不停地把这个战争挂在口边 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情况 无论到底你的实际意图 你会给中国一个非常之矮的印象 中国一定要准备的 在你不停地说要战争之下 中国不准备 傻的吗 中国受够西方的侵略 中国不会再忍受这一次 但你能够背得起 真的和中国可以自然的代价 这个就是这篇文章的问题 我都觉得 这是一个好问题 大家想清楚 第一 中国不是一个侵略型的文明 中国有能力去到世界任何地方 都没有采取侵略行为 只是西方有一 中国保卫自己的地方 一定不遗予力 这个可能真是处引雷 生死有关的事 尤其是中美如果真是 发生核子战争的话 我们玩完的了 是不是值得 是不是值得 请美国的政客们想清楚点 不要说得出后果是非常严重的